好 马上带来关注无声的金融灾难 是不是来临了呢 欧洲经济已经露出了曙光 加上油价联媚的反弹上扬 散化了主要央行扩大宽松的可能性 投资人现在是被迫要重估他们手上资产的价值了 而且近期大陆股市也涨多拉回 全球股债市都是持续走跌的 累计近八个交易有市值合计就蒸发了61兆元 被解读是一场无声的金融灾难正在上演 金融时报就报道说因为长率走扬刺激资金 开始撤出债市 联主会主席叶伦不但市井股市已经过热了 叶伦也罕见对债市市井 他表示这个时候普遍看起来 股票市场的价值是已经相当的高 那当联主会升息的时候 债券殖利率就可能会见到大幅跳升的情况 目前美国十年级公债也稍稍攀上 2.309%的五个月新高 在过去五天之内 投资人已经由追踪全球工资债表现的ETF 撤出了18亿美元换算下来 高达有554.5亿台币 这个速度换算是史上最快的速度 所以被解读说 在全球股债这一波的修正之前 全球财经界的重量级人士跟媒体的市井声浪 早就已经不觉于耳碎市场资金撤出的动作 就已经悄悄展开了 包含了债券天王葛洛斯 他在月前已经神准的预言说 德国的债公债即将要翻空 他胜赞说是一生难得遇到的 放空交易的绝佳良机 尽管葛洛斯是神准的看空 在他倡议要放空之后 这德国在手果然就出现了暴跌的情况 可是他下手不够重不够狠 所以他盘下的他旗下操盘的基金定值 仍然是下滑了2.6% 今年来的报酬率是邮政转步 红某就报道说 蛮调侃的嘲讽葛洛斯 他应该要听同自己的话 他竟然没有请全力来放空 所以最后跟这一波的空头行情 仍然是失之交臂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 麦芽仍然持续笼罩全球 但是美国股市却已经是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走势了 美国公布了上个礼拜初领失业金人口26.5万人 已经是连续9周都低于30万人 这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还在持续的转强 加上美债值利率下滑提升了投资人信心带动美股反弹 终止连续两天的大跌走势 道琼指数中场是上涨82点 收在17924点 涨幅是0.4%挑战季线 纳斯达克则是由财报力多的Tesla跟阿里巴巴来领涨 指数是收高0.5% 收在4945点 要向上来挑战季线反压 费成本到底指数部分包含了 恩聚浦 博通 NVIDIA 还有QREIT 都是同步收高 就带动了费半中场 是上涨超过1.1个百分点 收在695点 要挑战越线 而S&T500中场也是小涨的格局 收红0.38% 来到2088点 即将要向上来挑战季线了 好 进一步来关注美股 重要成分股的部分 跟市场是聚焦两档个股的财报成绩单 首先是电动车大厂Tesla Tesla公布上一季的营收11亿美元 跟前一年同期相比是成长了50% 但还是处在亏损的情况 是亏损了450万美元 每股是亏了0.36美元 虽然还是亏损 但是这亏损幅度已经是小于市场预期了 Tesla股价收盘上涨2.7% 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高 另外大陆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 也公布了上一季的财报成绩 净利只有4.63亿美元 暴跌了快要有五成之多 EPS是0.48美元 仍然是优于预期的每股获利数字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净利呈现腰斩的情况 所以阿里巴巴紧急宣布要撤换执行长 由营运长张勇来接任 股价就应声走扬大涨了百分之 C.5跳空站上了月线还有季线 欧股的部分市场都聚焦在英国的国会大选 礼拜四登场 由于民调显示英国朝野两党势均力敌 增加了选情的不确定性 欧股收盘是呈现出涨结互件的态势的 好 焦点再来看到商品提货的部分 市场担忧伊朗恢复原油出口之后 恐怕会冲击到市场 油价昨天是呈现涨多拉回的态势 最后是下跌了3.2%的幅度 收在58.94美元市 再度的跌破了60美元大关 不过这个礼拜整体而言 油价还是往上走的 最终有打算下个礼拜一要来调涨汽柴油价格 每公升大概是涨0.6元左右 就是油价已经连续第五周都往上调涨了 如果再加上下个礼拜预期的涨幅 累积每公升将要多出2.2元 加满50公升的油销 一次就得要多掏出110块钱 周五无天汽油现在每公升也上看到27.8元 毕竟28元的下位也创下了5个月来的新高 所以提醒您哦 这个周末赶快去把油箱给加满了